涛哥今天给他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死亡故事 电影刚开始先对一个农场进行报道 在很多年前有多起杀人案件出现在这个农场 随着电影名称的出现 女主和男主登场 两人搬到了一个廉价的豪宅 当然就是这个电影刚开始报道的那个农场 两人进屋后看着屋子的城市很开心的笑了 于是两人很快的就进入了状态 直到被朋友小胡子和他的女票打断 当天晚上小胡子和女票留在男女主家吃饭 一时兴起小胡子给男女主讲述了这个房子的历史 据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原主人在睡觉的时候 其妻子大概在凌晨两点的时候莫名其妙的醒来 紧接着就毫无知觉的将原主人给杀死了 后来警察赶到也并没有发现杀人的凶器 就在小胡子讲到关键时候 男主的母亲金发女赶来凑热闹还送了瓶酒 但是这婆婆好像对女主不太好 说话里一直带着刺儿 第二天女主将小胡子和他的女票送走后 男主也就去上班了 因为太过无聊就去拍了很多的照片 毕竟女主是以摄影为经济来源的 逛了一会儿后就回家收拾家具 但就在女主准备换衣服的时候 突然听到楼下似乎有什么声音 跑去查看却发现摆好的家具全部被弄乱了 正准备拍照的时候 家具又莫名其妙的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女主以为自己眼花了 于是换了个衣服换个心情 然后倒了杯水休息休息 一转身女主就看到了桌子上的三副餐具 紧接着一个黑影闪过 接着女主就看到了衣柜里的灯一闪一闪的 但是过去查看时却又恢复了原状 女主还是没有太在意 但就在离开的时候 一个女鬼突然出现在女主身后 当天晚上女主向男主说了这件事 但是男主却说是女主太累了 女主无奈的笑了笑 于是就回房间搞事情去了 而这一切似乎被什么东西看在眼里 这一天凌晨两点的时候 女主眼看着女鬼出现将男主杀死 紧接着从梦中惊醒 看了看身边安静睡觉的男主 女主跑去喝口水压压惊 但就在这时 女主在窗外看到了梦中的女鬼 表示小心脏都要快被吓坏了 第二天女主送男主去上班后 继续整理家里的物品 就在女主准备将一个箱子放到仓库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了一把奇怪的刀 于是将她带到了厨房 当天晚上女主睡觉的时候 再一次在凌晨两点醒了过来 紧接着就看到了女鬼 就在女主哭着想要将女鬼赶走时 女鬼竟然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掉了 女主也急忙追了上去 不得不说这女鬼长得挺像真子的 女鬼带着女主穿过树林 来到仓库拿着刀 这时的女主似乎被控制了 拿着刀就准备刺向男主 就在这时男主被惊醒 翻了个滚开始对女主破口大骂 这时的女主才慢慢的清醒过来 急忙哭着向男主道歉 而女鬼却在一旁看着这一切 第二天女主睡觉的时候 又一次在凌晨两点醒了过来 接着又一次发现了站在门口的女鬼 而且又一次的跟着女鬼离开 还作死的为女鬼拍照 就在女主转头看女鬼的时候 女鬼突然出现在眼前 然后女主就被吓晕了 果然不作死就不会死 当天女主从惊醒中醒来 被心理医生告知 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鬼 只是太累导致的幻觉而已 涛哥看了这么多有心理问题的恐怖电影 心理医生好像都是这么回答的 就在男主刚送走心理医生后 那讨人厌的婆婆金发女 受男主的委托来照顾女主 随后金发女送男主去上班 而女主则让救了自己的小伙子 带着自己回到女主晕倒的地方看了下 然后金发女就说女主是个当妇 这婆婆貌似太过分了吧 没过一会儿 金发女就丢下女主外出买东西 女主哆哆嗦嗦的回到房子后 又在柜子里见到了女鬼 女主急忙打电话给男主让赶紧回来 随后两人收拾东西 准备从家里搬走 毕竟这地方有些不干净 但就在关键时刻 男主的车子抛锚 金发女也赶了回来 男主见金发女回来后 就埋怨母亲丢下了女主 金发女对男主表示很抱歉 还说自己会照顾好女主 然后就将男主打回去上班了 但男主前脚刚走 金发女就开始对女主前打脚踢 更过分的是 居然将女主关进了那个有鬼的柜子里 竟然不顾女主看到鬼的感受 没过一会儿后 女主不再大声喊叫 金发女前去查看时 发现柜子里居然没人了 此时金发女边抱粗口 边狠狠地将门关上 就在刚关门的那一刻 女鬼出现在门后将金发女杀死 最后男主回到家 发现了死去的母亲 于是痛苦地抱了警 让警察来处理 但是却并没有发现女主的身影 大概是和鬼结合后一起消失了吧 画面一转 男主将房子前贴上了出售房子的牌子后 就去树林里散心了 而且还发现了女主的相机 就在男主专心的看相机的时候 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 快速接近男主 然后就将男主杀死了 大概就是女鬼吧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还会去姿 Publ memor happens 还有